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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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 天地万物是如何产生的 這些問題到現在仍然是中雪紛紊 沒有一個一致令人信服的答案 所以關於宇宙萬物的形成原因 到現在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問 盆古開天闢地 中國古時候相傳盆古是人類的老祖宗 他將一團混沌之氣用斧頭劈開 一分為二,形成了天與地 至於鋁窩保天造人 就相傳人類是由鋁窩這位女神所創造的 這些都是中國古時候的神話傳說 至於從宗教角度去看 不同的宗教就有不同的看法 好像西方的宗教 就認為世上一切的事物 都是由上帝所創造的 而道教就認為 道才是產生天地萬物的始源 《道德經》第六章記載 《谷神不死,視為原品》 《原品之門,視為天技根》 《綿綿若傳,用之不勤》 《原品》在這裏可以解造微妙的母性 我們可以引申為創造天地萬物的地方 這段說話解釋了 道是引玉了天地萬物的 《谷神不死》 比喻道引玉天地萬物是永遠都不會停下來的 《原品之門,視為天地根》 這句說話直接說明了 道是創造天地萬物的始源 至於最後一句 《綿綿若傳,用之不勤》 就形容道引玉天地萬物 是永遠都不會停下來 連綿不絕的 道教認為 天地萬物都是由道所生的 在《道德經》當中 除了記載《道生天地萬物》這件事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富有心意的哲理 不過這些哲理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明白的 都要靠大家自己去翻閱《道德經》 領略故中真義 《道德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